我從小時候開始就是這樣 不管哪個宗教前面 台灣的宗教有幾個是爭貨 我們哪一天好好的來談 至於慈禧你做大了 到今年度是你自己掉進來的 你言博文不要胡說八道 我們也不會批評你 然後後來這些政治人物 居然把我們做的批評 我不知道別的人有沒有批評 至少是我在臉書上有批評 然後我們在辣新聞的節目裡面 在我的電台節目裡面是有批評 但是政治人物有誰有批評 陳時中沒這個膽啦 民進黨有批評嗎 有任何人有批評嗎 沒有啊 所以只有柯文哲拿這個東西來 製造糾紛 柯文哲說什麼 現在為了護航陳時中 此際也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你柯文哲胡說八道 顛倒黑白 你侮辱我 我還去護航陳時中咧 我告訴你我講的就真相 結果他們就拿著我講的這些話來打陳時中 然後呢 還說不要為了政治在國人之間製造敵人 是你在製造敵人 我們的敵人是誰 我們的敵人是中國共產黨 幫助中國共產黨 諸造為念的是誰 不是你那這個 柯文哲所期待的這個 其他的對象嗎 大家來在這裡 然後柯文哲就帶風向 說我們批評 這個 嚴格文是護航陳時中 我再說一次 我不需要護航任何人 在中華民國當媒體人 要去護航一個陳時中 民進黨的候選人 你也太侮辱我了吧 第二 這個蔣萬安更是頭腦不清 我請教林冠勛 他說實際為台灣付出跟貢獻 勇目共睹 竟然被指為中共投入人 那你無知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回家把我寫的東西給他看看 接下來陳時中 沒幫慈濟說任何一句話 還指控執行長被利用 請問你 陳時中什麼時候說 那個執行長被利用過 有嗎 我覺得是現在的目前 不是 他有嗎 有嗎 林楚音 他有嗎 所以蔣萬安捏造新聞 我最氣的就是 沒有任何一個民進黨人 敢來罵嚴格文 要選舉的人都不敢 所以蔣萬安說謊 他還罵人家說 指控執行長被利用 完全失去一個 台北市長候選人的格調 你像樣嗎 你蔣萬安 你回去告訴他 說謊要打草稿 我覺得可以講得更精準一點 他覺得就是說 那個陳時中在這次的這個 被指控這個 黨疫苗的這個狀況裡面 慈濟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他沒有跳出來說 慈濟當時候解釋清楚 讓國人知道更多 他沒有發表五點聲明 他後來慈濟也是感謝政府 對啊 所以這件事情慈濟感謝政府 陳時中的行政院 五點聲明 陳時中自己說我沒有打 然後我們媒體自己做評論 不行 還把他們撤在一起 你侮辱我幹嘛 明天黨什麼資格來被我洗白啊 明天黨還討厭鬼一大堆 你陳時中有什麼膽量啊 他昨天在臉書上還被我罵一頓 他說他叫上人 還說大愛團體做了很多大愛 我也沒講話 因為他是人醫會的人 就是慈濟慈濟醫院裡面的那些 這個騎士窮人的這個病人的故事 滿街都是啦 他說我昨天問他 他說他是人醫會的 那我就沒講話 他認為他說他跟慈濟是常常見面 是正言法師 常常見面是好朋友 我尊重他 但是我在現場我也這個 播了我們批評他的那一段給他看 他沒有跟我吵架 我也沒有跟他吵架 互相尊重 但是我沒有幫陳時中護航 陳時中還在幫慈濟 來這個跟我站在對立面 然後媒體還在寫說 陳時中打臉周遇寇 陳時中打臉周遇寇有什麼 對陳時中有什麼好處 周遇寇還有台北市民這一票 是 我昨天看那個新聞覺得很好笑 所以是臺灣這個社會不民主 然後沒有一個獨立思考能力 記者寫一個叫做陳時中打臉周遇寇 然後呢下面還有人 我臉書上還有人留言 我心裡想說 陳時中何許人也 台北市長候選人 周遇寇是大安區的選民 周遇寇還有一大票 不只一票 我那一棟樓裡面 我是管委會主委 那一棟樓裡面有二十四票 我還可以去影響二十四票 你要是真惹翻我 我就叫他們都不要投你 所以這個什麼社會啊 我要講的是 臺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臺灣是一個要獨立思考的地方 結果被這些壞蛋像柯文哲 這樣子帶動出來的一個 完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像我們這些人是因為是比較聰明嗎 比較孤單嗎 我講完這些話之後 我再警告講完 你再胡說八道 我告訴你 我到你辦公室裡面去跟你講清楚 你們家張雅若的一生一世的 這個從小到大的所有事情 都是我一個人採訪出來的 都是我們聯合報出了大筆的錢 然後我冒著生命危險 花了一百多天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裡面 訪問你們這個蔣家張家的人 特別是張家的人寫出來的一本書 而且所有的半稅我都捐出去了 這是我第一次這樣講 汪浩 我跟你講 因為你也不是很熟我 過去幾年 我覺得在臺灣太客氣 會被人欺負 在這世界上都是這樣 所以就要更兇悍一點 對不對 慈濟經濟會不能評論嗎 任何局都可以評論 那中國共產黨的宗教自由嗎 他為什麼會讓慈濟進去 我覺得他可能批准的不是慈濟的禪堂 不是作為宗教批准 而是作為慈善機構批准 對中國共產黨反正要達到目的 手法都在他手下 對不對 他因為可能是按照這個 因為中國的這個宗教管理局 或者統戰部 當然是負責這個管理 中國的所有的宗教機構了 那理論上實際上是沒有 境外的宗教機構可以在中國傳播宗教的 那所以實際上可能 但是我對這個案例確實是沒有做過研究 但我猜可能實際是以這個慈善基金會的名義 得到中國的政府的批准 然後在中國做慈善事業 但他做慈善事業的目的 是要真的做慈善事業嗎 中國共產黨讓他進去的目的是要統戰嗎 對當然了這個這個他的這個在中國有沒有做 宗教的活動這個我確實不知道啊 因為我也沒有研究過慈善在中國的情況 但是這個呃 慈善在中國有這麼大規模的廣泛的全國範圍的活動 當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監管底下 審查底下能夠過關 那當然他是必須遵守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法令的 好那你也是一個獨立評論人 我們獨立評論一件事情 然後柯文哲把他來做文章 說我互航承受 我想以你的這個角色 如果你評論一件事情被人家栽贓成為 說你為哪一個政治人物互航 你一定也會覺得莫名其妙嘛 對不對 然後蔣萬安還捏造事實 用這件事情再去捏造一個什麼 陳時中也那個指控的這些話 來打這些選戰 對 我覺得蔣萬安可能確實是對於 你跟陳時中在節目上的對話的細節 他自己可能也沒看過 他也不了解 他可能看了也看不懂 所以他在臉書上做這個評論 我不知道這是蔣萬安在臉書上的評論嗎 那所以這個確實是可以跟蔣萬安講 他應該把臉書修改 或者撤銷這樣的評論 因為可能這個蔣萬安沒有完全了解 你們你跟陳時中在你的這個節目上 實際上在討論的是什麼問題 好 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是互相尊重的 所以呢 這個你要 我告訴你 蔣萬安我的容忍程度已經到了極限了 我請教這個林冠詢先生再講一次 你張孝顏是張雅若跟蔣經國那本書 你翻開歷史我在節目講過了 要不是我們聯合報當時由我來寫了一本書之後 你永遠都是小三的莫名其妙人的兒子 所以蔣孝顏 蔣孝顏的朋友可以把這段剪給他看嗎 你如果萬安復義 我告訴你 我把你當年在金華糞店的緋聞全部再講一遍 對不起 我太資深了 在台灣這個社會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網路 而且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人馬在後面作怪 所以你真的是父輩受敵 陳時中 我們批評岩博文這件事情 可以把它捲進去 然後其實他對詞季的善意什麼 他到底知不知道詞季在中國被利用 我沒有跟他討論 因為我覺得跟台北市長現在他的身份無關 等他當了台北市長之後 我們再來好好檢驗 昨天我在訪問他的時候 我對他有某種程度 我覺得我不知道褚英怎麼看 我覺得陳時中真的是一個非常厚道的人 他昨天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面是有點激動的 因為他被罵摩拆害命 他被罵貪污 然後他這個疫苗 兩年多來快一千天的時候 他們整個團隊這麼的用心 每天只睡五個小時 後來我問他你有什麼感受嗎 你覺不覺得選舉比當指揮官還困難 他承認了 他說很殘酷 而且他心很冷 好 請教你 講完這個乳臭未乾的傢伙 人家心很冷 結果他可以在人家的 就是心很冷這件事情 可以人家躺著心裡躺著血 好說他也是個指揮官 他也對疫情付出了努力 再講難聽一點 他的年齡也是你父職輩的人士 你這個矛頭小子 你要批評人家心很冷 心很冷是他個人的感受 跟政見無關 結果蔣安安說什麼 我們來看今天蔣安怎麼罵他的 蔣安安說心冷是掩飾他的心虛 你的口才才真好咧 蔣安旁邊的那些測試幕僚 一個個的黑心的狀況 真的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可怕 陳時中竟然用心冷來掩飾他的心虛 才讓人民感到心痛 甚至還指控沿執行長是被利用 你有什麼證據說人家被利用 被誰利用 這完全失去一個台北市長候選人的格調 對照他之前的說法 根本就是雙面人 如果沒有人掌疫苗 為什麼會拖兩三個月 第二個為什麼後來還是買得到 當時在人民最需要的時候 你們做了事情 我想大概 菁委員也有一點詞窮 不斷的反覆一些攻擊的語言 那應該要有一些新的事證 新的事實 大家來進行做討論 那我也希望菁委員在他的政見裡面 基本上還是要讓大家看得懂 所以你不覺得 民進黨當局在這個選舉裡面 這一波光是慈濟這件事情 就算是顏博文不是故意的 他被操作成為一個政治的 那個一顆炸彈 那他們選舉應該更強勢一點 他們是怕什麼慈濟的 我覺得這個跟他顧不故意沒有關係 我這樣講好了 顏博文這個行為 在我看起來 他如果不把事情講清楚的話 他就是利用宗教神聖光環 行攻擊完之後 我就退到宗教光環裡面去 然後你就不要打我了 你在打我的話 那對不起 你挑戰的是我整個宗教的神聖性 那就是你有問題 那你有問題的話 我就叫我所有信徒 一起來討伐你 就會變這個結果 而且我告訴你 你開了一次的先例 你讓他這個 我們說遂行過一次之後 對不起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都很容易 而且還不見得需要 顏博文自己來 其他人都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對顏博文這件事 當然我們不是說他講的一定是錯 但至少他必須要把事情講清楚 比如說到底是哪個政商界大佬 告訴你說這個東西政府要擋 你總是要把話講清楚吧 你這些人士實地物不講清楚 你就平白無故丟出一個指控的話 那其實就很容易掉到 我剛剛所說那個循環裡面去 各位去想一件事 剛剛寇姐所講是二零一五年二月的事情 因為當時其實就是因為內湖的 慈濟的土地的案子 他們要做土地開發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說 那是保護區的土地 那個保護區的土地 當地的水土保持狀況 那你也沒有勘扎得很清楚 你去做開發 你可能會變成造成當地的破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當時慈濟一開始 還是很堅持要做 後來是我們大家一個個在節目上 一件一件攤開來 連當地的里長都找來上節目 講清楚了之後 我們才發現哇 那塊土地真的沒有辦法按照慈濟 所想的這樣開發 所以社會大眾的名氣可用之下 慈濟後來把這個開發案給退回去 是這樣的過程 而且在當時也伴隨了很多 對慈濟的檢視 所以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不是說你今天打著慈濟的招牌 你就完全不可檢視 並沒有 你所做的事情 一件一件大家還是可以檢視的 也不是因為今天是慈濟的關係 你就不會做錯事 至少在二零一五年內湖的開發土地上面 我們就看到慈濟在那件事情上面 面對社會大眾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這就是話說回來 我們今天在談到說 今天慈濟的 我們看顏博文出來在講 說關於這個BNT的疫苗 政府有擋他這件事情 還說有政商大佬 去跟他講說這個疫苗 你們不要想 這整個過程裡面 誰把名字講出來 結果陳時中昨天我問他 他還輕描淡寫說不是我 你這是做選舉戰 選舉攻防 需要這麼樣的溫柔嗎 而且這裡面 我說這裡面利用宗教的神聖境 去做包庇的時候 這可以做多少跟統戰有關的事情 比公開介入還可怕 你知道嗎 因為他打你你都不能還嘴 他打你你都不能還手 他你只要一還手 對不起你就是侵犯宗教自由 你只要一還手 我的信徒就可以去討伐你 這個是罪要不得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剛剛這樣講 是因為你去看一件事 在慈濟裡面 我們說慈濟的這麼多的管理單位 當初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慈濟就檢討過一次了 他裡面確實就有很多跟利益相關的事情 什麼意思 不管你今天是為了這個宗教 哪方面的財務也好 各位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當時我就踢爆過什麼事情 慈濟的投資項目裡面 你是宗教事業 你是慈善事業 你所投資的公司有煙草公司 你所投資的公司有像雷神 這些做武器的公司 這些做殺生的公司 我請問你這符合你作為一個慈善 宗教的宗旨嗎 不符合嘛 可是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二零一五年 我沒有踢爆這件事情的話 請問在二零一五年之前 社會大眾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知道嘛 所以是二零一五年 我們把這件事情 在美國那邊的財報 當時是美國方面的先有慈濟的信徒 主動提供財報給我 我們一個個去比對之後 才發現才踢爆這個事實嘛 所以你沒有經過這檢視的過程 你怎麼知道你後面那些人 在做哪些事呢 所以這也是一樣 當你今天要來講說 這個政府擋了慈濟的BNT的採購案的時候 我也可以提出很多質疑嘛 比如說第一個 你慈濟是第一個跳出來說要做這件事情嗎 不是吧 鴻海在你前面嘛 如果今天政府在鴻海在這個台積電的部分 他都處理過的話 他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擋實際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你今天要指控政府的話 你好歹把人事實地物交代清楚嘛 你做出了具體的指控嘛 那結果你會發現 他丟出來攻擊完了之後呢 各位去注意一件事喔 現在政黨之間的這個 我們講說在做認知作戰都是這樣喔 我貼完你標籤之後 我馬上跑掉轉進下一個戰場 我這件事我就再也不講清楚了 然後讓別人拿手榴彈 是請問顏博文這件事情是不是這樣 所以顏博文不需要出來嗎 然後慈濟現在做法 就是顏博文把這個手榴彈丟出來了之後呢 炸完了 然後慈濟丟個新聞稿出來呼呼 就好像沒有這件事了 欸 蔡姐你知道這讓我想到什麼嗎 2015年我們在討論慈濟的案子的時候 慈濟當時也是默默在私下找人在做溝通 壓力很大 2015年也是一樣的狀況嘛 又不是今年才這樣子 慈濟2015年也是做一樣的事情嘛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你今天你要用顏博文丟出這件事情出來 你慈濟能夠這件事情就這樣呼呼也就過去嗎 當然不行嘛 你就出來面對社會嘛 把你的指控具體的講清楚到底是誰 否則那你這個東西就是沒來由的胡亂指控 沒來由的胡亂指控 那你也讓社會大眾認清清楚說 那你現在講的其實就不是事實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慈濟這件事情 他不是不能檢視的 慈濟這件事情也不是那麼的完全都沒有瑕疵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其實坦白說我今天看我覺得更誇張 就慈濟自己你放了火 你不把這個放火的過程講清楚 結果你知道宗教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信徒去做一些不理性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儀式慈濟的信徒 或是支持者到寇解的辦公室 去做這種很不理性的事情